铸造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金属加工工艺 至今约有6000年的历史 古代生产的很多青铜锂器和生活用品都是采用铸造工艺 如今这种工艺仍然在广泛使用 铸造是将液态金属材料倒入专门设计的模具形枪中 待其硬化成型后从模具中取出 这就是铸造出的毛坯产品 还要进行各种金加工处理后得到最终产品 铸造产品的应用范围很广 如汽车部件、航空航天部件以及一些机械设备部件等 铸造过程中使用的砂有两种 湿砂和干砂 湿砂是硅砂、粘土和其他添加剂和水的混合物 而干砂则是由石鹰砂和快速固化粘合剂的混合物 使用铸造工艺可生产形状复杂 特别是内腔形状复杂的产品 还不受材料和部件大小的限制 至今 铸造工艺已发展出很多种铸造方法 每种工艺都有其他